大家好,欢迎又回到频道 是的,很多网友追问我 什么时候出一集就破解 PS4 的新破解 系统11 因为之前有很多太不稳定性的东西 所以我不整理,因为始终我那部机 已经是Firmware 9.0 又可以破解 其实我也不太想升级 但是没办法,我不做白老鼠 谁做白老鼠呢?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升级再破解 如果你已经是11以上 不是11,是11.0多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你也是跳过破解阶段 所以你唯有只可以等 但是如果是11以下 9.0多到11的话 的朋友就 现在终于等到 就可以破解 你首先是需要升级去做Firmware 11 如果你已经是11,就可以跳这一部 那你需要准备几样东西 你是需要你的电脑有LAN cable去支持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买个Adapter 或者找一部这样的电脑去做 我今天就用一部RGL 如果大家像我这样用这些电脑 的话 它本身跟机是没有Ethernet port 但是你有这些底座的话 就可以有Ethernet port 如果没有的话 想买那些底座 我下面也有购买连结 也有开箱过这些底座 大家如果有兴趣 看回我这些片 有这些准备好之后 还需要一个USB手指 最好起码有8GB以上 准备好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首先就升级了 大家看到我现在的系统是9.0 如果你9.0已经破解了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升级 始终都是等东西稳定 因为暂时都没什么是9.0 所以还没急去升级 但是我就是那句 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自己就升一升 好了 回来电脑下载了几样东西 我现在就升级了 PS4的Firmware 我千万不要下载了11.02 去升级 我们现在是11.0 如果你是下面这些 就可以升级到11 但不要11.02 升级了就完了 升级了就没得破解 那我们下载 找一个下载 Mega 或者Archive 都可以 下载了就在这里 接着我们准备一支USB手指 对了 USB手指就开一个 Folder叫做PS4 好了 接着就开一个Folder叫做Updates 全部大街了 对了 接着就把这个 PS4Updates 扔进来 帮我扔这个 还有提一提的 大家的 USB手指是需要 要么就是Fact32 或是Express 如果你是NTFS 那些 就要格式化 再做Fact32 或是Express 才能读到的 OK 接着安全退出 USB手指 插回到PS4 好 接着我们去Settings 接着去 System Software Update 接着你如果插好 好 它会detect到你的手指 那现在就是Version 11.0 那 要确定是Version 11.0 你才可以按 如果是Version 11.02 就千万千万不要按 OK 那我现在去Next OK 又可以更新了 好了 好了 update完后 会自动restart的手指 我们现在再查查 查查 它也彈出来 已经去11 了 那我已经 用不到以前的破解 对了 OK 已经11 那我们现在可以 准备开始我们的 新破解方法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破解之前 我们要先把LAN cable 插好 对了 刚才都说过了 如果你是像我那样 用RGL 这些游戏 的话 你可以插回 这个底座 就是有一个Ethernet port 那你就可以 搭配LAN cable 对了 如果没有 就需要买个Adapter 或者我的底座 对了 暂时只可以这个方法 因为它破解 是越境这个Network 对了 插好之后 我们可以去 Settings 里面 Network 对了 先设置了一些东西 先设置了 先设置了 Internet Connection 接着我们 Use a LAN cable 接着 Custom 接着我们选择PPPOE 这个 对了 接着自己设置一个 User ID 1 2 2 3 4 5 6 1 2 3 7 8 OK 接着 接着 Automatic Automatic 接着 Do Not Use 对了 接着它说 Test Internet Connection 我们先不要测试 因为我要回电脑 先准备一些东西 我们先返回 一旦设置好 我们就可以按Test Connection 我们现在回电脑设置 先设置 好了 回来电脑 我们需要下载这两个东西 我会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大家可以来这里 下载了Gohan Version 2.4B 按D 拉下D 在SSE 下载Gohan 这个就可以了 按下载就可以了 接着 另外一个就是 PPP Win GUI 1.7.zip 下载这个 按这个 要按几下 因为它会彈出一些广告 随着广告再按就可以了 对了 下载了之后 Gohan 那个就先解压 OK 接着再解压 这个 PPP WN GUI 这个 对了 解压了 可以 洗了这两个 先 OK 可以拆回刚才准备的USB 或者如果你没有更新的 你自己准备一支USB 都是需要 配搭进去的 先插一插 不用你刚才的PS4 的Folder 可以不用小的 记住 如果大家还没弄 刚才的东西 你是需要 Format做Fat32 或者XFat 的USB 手指 OK 那我们首先 先把Gohan 放进来 Gohan.bin 放进来 放在根绿绿上 这里就可以了 要先把USB 插到你的PS4 接着 我们可以开 PPP WN GUI 如果大家 开不了这个 是需要 拆除了 Antivirus 的Security 因为它会 不以为 这些是病毒 如果担心 就 不要用了 我建议 进去Gohan 那里 还有个PPNW Stage 2 这里有个 11.0 边 这边 我们可以 直接 drag 到这个位置 接着 接着 Ethernet 接着 再 Run Exploit OK 如果你看到 按了之后 是Loading 那你就可以 回到PS4 再按 Test Connection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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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你的USB插回你的PS4 我在這裡試了很多很多次都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合理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成功率涌多少次,留言分享一下 那我就現在再試第二個方法給大家看 好了,另外一個就是PPPWN GO 我亦都會放連結在下面,等大家登錄 下載了解壓,就會有個這樣的東西 應該沒有Pathon這個 你先按進去裡面 開之前,我們要安裝一些東西 接著安裝了第二個 第三個 自動會安裝,因為安裝了,所以就這樣跳 安裝了NPCAP 這個 裡面有一條link 就有copy 去你的Webbrowser 然後下載這個1.79 這個東西 然後安裝 OK,Complete Finish 然後出發去,我們安裝了Pathon 又是copy這個link 接著放在你的browser 下載最新的那個,下載這個 下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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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安裝這個 下載這個 安裝的時候,應該是按install 但我不是太多 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那我或者 modify 記住要檢查所有的東西 對 接著是Next 這裏 第2,第3,第4,第5 都要檢查 對 這幾個 然後install 好 OK 這樣應該就完成了 這樣 我們現在可以開裡面的 PVPWN Go這個 對 接著在下面這個 PS4 9.0 這裡 我們現在是11 所以要按11 接著 Back 接著現在就可以按Go 接著 回到你的PS4 按Test Network 就可以 對 對 對 這個方法 我亦試過很多次 Load到一半 都是不可行的 對 但如果 你用這個方法 去做 又是歡迎留言 告訴大家 我看看知道 有沒有網友可以 不可以 最後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用它裡面 剛才 PVPWN GUI 裡面 其實有一個 Unpacked Version 這裏 裡面 又有一個 PVWN GUI 1.7 大家可以 解釋這個 試買這個 我最喜歡用這個 是做到一半 但是 都是 破解不了 對了 如果 過了這一部分 之後 你是 應該有 GoHand 標誌 在 設定裡面 最頂的位置 對了 就可以 用回我之前 9.0之前 那些 怎麼裝的 Package & Store 等等 都是方法差不多 如果你成功破解刀 就可以看這支影片 但每次都要這樣去試 我真的 頂不準 對了 我真的試過很多很多次 我都是 不能夠成功 我覺得成功率 真的低得很厲害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試一下 如果你已經是 Firmware 11.0的話 如果是9.0的話 就不建議做這個 真的讓它穩定些 有其他新方法 因為非常不穩定 網上看到有人成功 好像Model Warfare 那裡都成功 但是 我試了兩天都不行 對了 所以 我暫時放棄先 大家可以試一下 告訴我 你們 用什麼機器的成功率 可以不可以 等等 對了 歡迎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 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LIKE 還沒按訂閱 記得按訂閱 再按按鈴鈴 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小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號 或者PayPal 或者訂閱我的Patreon 詳細資料 下面的Description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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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